6月28日以来,云南省与老挝接壤的普洱江城县,西双巴纳蒙腊县,相继发现黄济竹黄千飞入境,后逐步扩散到乡林区域,局部危害成灾。 截至7月28日,云南全省共发生黄济竹黄14.34万亩,全省累计防治面积42.87万亩次,共调集职宝无人机组54组,开展非房作业14498价次。 投入喷雾器13022台次,出动64528人次。 从6月28日到现在来了,总共有四个大的四批组黄通过了我们的边境,现在迁飞入境,到目前为止迁飞入境的一个情况,每一批次,主体的总群,就是主体大规模的总群的主体部分,都已经被我们很好的进行了处置。 记者30日在江城县嘉河乡了解到,该乡厂业主要以10.3万亩橡胶,2.4万亩茶叶为主。 此外,村民还种植了玉米和水稻。 因黄济竹黄主要食源为竹子和粽叶炉,加之防治工作有序开展。 截至诞天,黄济竹黄对嘉河乡农作物造成危害程度较轻。 把这个各个村的这个生态妇人员,农科员,向这个圈级这个兴风队,全部发动起来,形成王格化的队,这个黄虫的精控,精测精管。 所以这个一发现黄虫的话,这个群众的自发的,就开始直指灭虫。 特别是在庄稼地,就是疫米地啊,这类一看见,一发现,不管是多少,它就自发的,就自驾就反控。 如果发现大量的,是成群的这样,我们就散报信息指挥部,用无人机这样进行集中扑上。 据了解,在江城县,大部分农户都配有喷雾器。 面黄药物被统一发放到村中,一旦发现黄鸡竹黄的踪迹, 面黄药物会被第一时间送到村民手中进行面黄作业。 当天,在嘉河乡某公路旁,森林广护员和村民一起对发现的黄鸡竹黄进行处置。 喷洒药物后,蝗虫纷纷掉落死亡。 无人机飞过就可以,我们有时候是配火无人机搞。 那个是可以打下来,那个蝗虫下面是一层的堆在里面,因为高上多了嘛。 一打下去,十多分钟就可以,下面就掉了,一层的才来。 只要是打走的就是,它的圣权是很少的。 现在比以前这个蝗虫少度了。 记者从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, 目前云南省已建立了省市县乡村祖, 护林园重勤监测网络, 每天投入3000余人, 深入排查蝗灾隐患, 同时采取地空结合分区失策的措施联合开展防控。 在与江城和蒙辣接染的乡镇建立了15.55万亩的农地阻结带, 总体防治成效明显。 7月26日至29日, 江城县全域已连续四天为发现竹簧规模性千飞入境情况。 如果竹簧就是说不在规模的千飞入境, 就是说这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下, 那么按照就是说内防扩散, 削减存量, 就是说削减存量这么一个情况, 消除存量吧, 我们接下来就是集中精力进行防止二次千飞, 那么有望10到15天这个重勤, 就是说咱们已经进来的, 剩下的这些重勤呢, 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。 云南省黄启竹簧防控工作专家署分析研判认为, 目前境外竹簧的虫口数量仍然较大, 还在不断分批次迁入,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。